钱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力的象征 没有能力就赚不到钱嘛 对处女座来说 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钱 会不会赚钱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一击击中 他用这句话征服处女座的心 处女座Mega超多的 跟他们相处呢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你会走上一条实实在在的闯关之路 废话不多说 我乐当处女座的代言人 帮他们说出心里话 就等你来大冒险咯 跟处女座相处 第一关 你够幽默吗 处女座本身是阴性属性的星座 他们对什么事都会先观察研究 再来看感觉 他们认为对方做的越多 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状态 只要他们少给回应 对方就会忍不住多丢球出来 是驢子试马 拉出来六一六嘛 就能第一时间来探出 你到底有几斤几两哦 而且你以为 只要你够灵活 够主动 就能打动处女座吗 错了 这些灵活主动 看在处女座的眼里 根本就是雕虫小技啊 说好听一点叫做八面玲珑 说不好听一点叫做心虚 不稳重 处女座这么理性 这么在意细节 不稳重的人 他们可看不上哦 当处女座宝宝们 还以为自己设定的关卡 天衣无缝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真正能征服他们的就是 幽默 天生谨慎 被动的处女座 能让他们开怀大笑的机会 真的还蛮不多的 如果你很幽默 那你就掌握了让他们放轻松的能力 处女座一旦放松下来 可就是一个脑袋空空的小可爱 乐观 有趣 大啦啦 能付出 绝对不吝啬 这个阶段呢 能打动处女座的一句话 你觉得晴天雨天 我比较喜欢哪一天呢 哇哈 我喜欢有你的每一天啦 赶快去学吧 撩哥撩妹的金句 绝对是用于你哦 跟处女座相处的第二关 财力 能力 学习力 你去背几个呢 处女座本身是土象星座 钱安全感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也不是说他们是财如命 或者说整天疑神疑鬼啦 钱对他们来说就是能力的象征 没有能力就赚不到钱嘛 对处女座来说 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钱 会不会赚钱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哦 你有钱或者有能力 将来能赚到钱 对他们来说 就代表你自己的人生是持有负责任态度的 有负责态度 懂得自律的人 人品当然就不会太差 他们才多少有点安全感 同时呢 处女座也是变动星座 他们本身对于资讯是很敏感的哦 也非常的乐意学习和分享 你能跟他一起玩 一起疯一起搜集 有兴趣的资讯 互相分享 一起开心聊天吗 如果你可以的话 恭喜你啦 你有机会看到处女座 活泼可爱的那一面哦 这个阶段能让处女座 变认真的一句话 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 跟处女座相处第三关 稳定 踏实 可靠 除了你能力好 够幽默 你的个性 情商 够不够稳定 也是处女座判断的很重要观察点哦 处女座本身呢很细腻 蛮容易一眼就看到对方心里的那一点 初心积虑的小心思 如果你只有心机 没有态度 只有表面的乐观 没有内在的稳定 只有赚钱能力 没有责任意识 那不好意思啦 处女座也没差嘛 少个恋人就多个朋友啊 少个朋友也多一点空间嘛 处女座虽然耐不住寂寞 但在关键点上 她们是不会跟人撕破脸的哦 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草率的把自己给卖了 如果你能明白 处女座的追求完美 近乎苛求是来自于 她们自己很容易交付真心之后 就愿意做 甘愿受 无私的奉献 不计较 你也就不会在意她们的高门槛 高标准了 这个阶段能让处女座交付真心的一句话 我想保护你 跟处女座相处的第四关 懂得互相配合 愿意一起经营未来 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 到了这一关 其实还蛮轻松的哦 是最轻松的阶段 因为处女座到了这个阶段 会变得比较主动 也不再那么的苛刻了 她们会放松对你的观察和要求 因为既然她们已经认可你了 能不能长期经营美好的关系 能不能走向婚姻 她们有点随缘 就不强求咯 如果你愿意跟她们互相磨合 懂得适时的互相配合对方的节奏 也愿意慢慢的开始带她 见家长啊 见朋友啊 去你们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不时的聊聊未来的各种可能 那处女座就会死心塌地的 被你完全征服 你就是她的唯一 这个阶段能征服处女座的一句话 想要跟你一起慢慢变老 不只是处女座了 每个星座都有自己在意的点 每一段关系都有自己发展的阶段 我们要拒绝快餐激情的诱惑 也要避免互相猜疑的陷阱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美 每一句话 只要出自你的真心真意 就是最动人的情话 祝福你找到一个可以相伴到老的人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